hello大家好,我是阿兄 今天我们来聊地藏王菩萨 说起菩萨很多人立刻会想到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等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 其实菩萨当中还有一个很顶级的存在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地藏王菩萨 虽然地藏王菩萨没有像观音菩萨那么出名 但是其实在佛教当中说 我们现在更应该了解的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存在 你必须要知道他的故事 你必须要知道他的神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这么重要呢 那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就提到了这样一个秘密 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说过 佛祖释迦牟尼在涅槃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之前 曾经就预言说 在他涅槃之后 需要很多很多年之后的遥远的未来 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另外一位未来佛 也就是弥勒佛降世 那到时候来 弥勒佛会来继续教化我们人类 并教给我们的更加高级的高等智慧 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没有佛在世直接来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所以说很多人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 但是其实在地藏经上面完全不是这样说的 经书上说了这么一个秘密 原来佛陀在涅槃之前 其实早就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了 在地藏经里面明确的提到 他早就已经将我们这个没有佛的时代 全权委托给了地藏王菩萨 他让地藏王菩萨在没有佛在世的时候 要全力的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所以说其实也可以换一个说法 地藏王菩萨就是佛主释迦牟尼 清典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代理佛 所以说知道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很多人都说念佛念经会有意想不到的神奇的效果 可是在佛家当中有那么多的菩萨 这么多的佛 我到底该念哪位佛菩萨的名号呢 不管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代理佛 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你肯定必须要知道吧 另外佛家又有这么多的经书 我到底该念什么经 那这本专门讲代理佛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你肯定要知道吧 而且这本经书很有意思 它里面还记载了这么一个内容 很多人都很疑问 念佛念经真的会出现神奇的效果吗 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就说 你想知道念佛念经有效果吗 那你就试一下嘛 你不就知道了吗 而且很简单 只要七天的时间 只要七天 你按照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要求去念 那么七天之后来 你自然就知道 念佛念经到底有没有效果了 好了 先随一步都说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本地藏经当中 到底说了哪些秘密 那这影片开始前 首先感谢Surfshark微片本视频的大力支持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喜欢在奈飞上面观看最新的影片 像这两天的话 我就在看烧老剧黑镜 但是奈飞有的时候就比较扯淡 有些明明自己想看的影片 结果却因为地区限制偏偏看不了 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 那么此时 Surfshark微片就是你不二的选择 它能够突破地区限制访问本地 无法观看的内容 而且Surfshark微片 服务器遍布全球 你想要切换到哪个地区的IP都可以 最令人称赞的是 Surfshark只需要一个订阅账号 就可以在所有的设备 手机平板电脑上面 无线同步使用 非常的便捷 此外 当你使用公共WiFi的时候 再也不用担心数据泄漏 Surfshark微片可以在我们上网的时候 帮我们进行加密 保护我们的在线饮食 同时 你可以放心 Surfshark微片高度重视用户的饮食 绝不可能进入你的任何使用数据 当然国际惯例 有推广肯定就有优惠 只需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Surfshark 就可以享受到大师兄的独家优惠 并且还外加三个月免费的使用期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提供30天无条件的退款保证 所以说无需犹豫 赶紧点击下方的链接 来体验一下吧 这次佛经的开始 就和普通的佛经有点不一样 因为佛经一开头就说 这次佛祖释迦牟尼 为大家讲法的地方 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次大会 不在我们人间 而在天界 佛家说天界有28成天 那么这一次 佛祖来到了天界的第二成天 刀利天 这刀利天在哪来 这是佛家说的虚拟世界 我们住在南瞻部州 周围这一圈包围我们这个世界的 就是大铁围山 一会地藏经里面就会告诉你 在这个大铁围山里面 就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那一会来我们再详细地聊 接着中间这里来 就是虚拟山 这山上住的都是天人 我们人类根本就去不了 刚说这个天界 总共是有28成天 那这第一成最低的天 就叫做四天王天 这一成的天人 就住在虚拟山的山腰上 而就是佛会所在的刀利天 就在虚拟山的山顶 而剩下的26成天 那就不得了了 都住在虚拟山山顶上的天空当中 所以说被称为空居天 那为什么这次要来到刀利天开会来 因为佛经上说 佛祖的生母现在就住在刀利天 这是佛祖 就是专门来给他的生母讲法的 那一听佛祖要给自己的生母讲法 所以说不管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 还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还是说其他世界的福啊 菩萨天人啊 都来到了这里 就想听听释迦摩利佛到底要为生母讲什么福法呢 而且这次大会的参会人员呢 也跟平时佛经所记载的很不一样 平时一般的佛经记载 来参会的人员呢 基本上都有一堆人类的修行者 但是这次佛经明确的说 来参加的都是各路海神啊 江神啊 山神啊 地神啊 等等 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天龙八部的神灵 那什么是天龙八部呢 比如说天界的天人阿修罗龙族 不过这里佛家的龙族呢 其实跟我们中国龙呢 还是有点区别的 佛家中的龙呢 指的是像这样人手蛇身的那家神族 那除了龙族 还就是各种各样的夜叉神 掌握音乐的乐神 专吃龙族的大朋友等等等等 反正这是佛会啊 完全没有提到普通的人类的修行者 因为这里可是天界啊 人类根本就来不了 但是呢 佛经当中又特别提到 这次来参加佛会的 还有另外一群非常非常特殊的人 那这群人呢 在其他佛经当中 你几乎很少看到他们的出现 不过呢 准确的说啊 不能说他们是人 因为佛经说 他们叫做鬼王 有恶目鬼王 淡血鬼王 淡经济鬼王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鬼王 那这就不可适应了呀 刀利天啊 这可是天人所住的地方啊 鬼王怎么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了呢 另外啊 鬼王到底是寻什么样的生命呢 为什么这里非要强调鬼王的存在 那这里先不着急 后面佛经里面就详细的说到 接下来啊 大会的一开始 佛祖释迦摩尼 就对文殊菩萨 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佛说 你看啊 现在来参加这是佛会的 各种各样的佛呀 菩萨呀 天龙鬼神啊 你知道总共来了多少人吗 然后文殊菩萨就对佛说 世尊啊 太多了 以我的神通居然测不出来 到底有多少人 这就不得了了呀 文殊菩萨 那个是真正的大菩萨 那是有大神通的 结果就连他 连数个人数都数不出来 到底是有多少人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那这里来就有个重点啊 为什么连菩萨都数不出来呢 原来刚才我们说的 来参加这次大会的各种天龙八部啊 各种天人啊 阿修罗啊 各种鬼神啊 可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说佛世界的鬼神 天人 而是其他所有世界的天人啊 阿修罗啊 鬼神啊 菩萨啊 佛啊 都来到了这次佛会上面 佛家的宇宙观说 除了我们这个说佛世界啊 还有其他无数个的 我们凡人看不见 摸不着 也去不了的其他的世界 就像我们现在概念当中的平寻宇宙一样 那这次大会啊 是其他无数个平寻宇宙的佛呀 天人啊 鬼神啊 全部都来了 所以这个数量啊 一下子多的 就连文殊菩萨 这样的大菩萨 就连他的神通都计算不出来 到底有多少个人来参加 而且啊 不仅文殊菩萨不知道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呢 佛对文殊菩萨说 别说你数不过来了 我可是佛啊 就以我的佛力 我都数不出来 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来参加这次大会 那这里呢 你可能就会有疑问了啊 这个佛和文殊菩萨怎么这么无聊啊 不好好的开始讲佛法 在这里究竟个什么人数啊 其实啊 佛经那是一个字都不会多写的啊 这些呢 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接下来来就是重点了 佛说啊 我跟你多说半天啊 就是想要告诉你们 首先今天来参加这次大会的 不管是各路鬼神菩萨佛 那都是有大成就的人 而且重点呢 就是这个人数数都数不过来 但是呢 其中任何一个鬼神 不管是天东八布还是菩萨还是佛 每一个这种无数的这种大成就者 在之前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过地藏王菩萨的帮助教化和庇护 所以说他们才有今天的成就 哪怕地藏王菩萨虽然只有菩萨的名号 可是就连现在已经修炼成佛的佛 在很久很久以前都得益于地藏王菩萨的庇护保佑和教化 他才能够成佛的 所以说重点就来了 佛是要提醒我们的是呢 就连这些不可思议的成就者 他们都要依靠地藏王菩萨才有现周的成就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地藏王菩萨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智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呢 那么此刻佛并没有直接说地藏王菩萨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 反而是对文书菩萨说 这地藏王菩萨的威仪神通实在是大的不可思议了 如果说你有原听到了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然后你只需要一丁点的行动 比如说你哪怕只是简单的赞叹了一句地藏王菩萨 简单的说了一句拿摩地藏王菩萨 或者说用鲜花香足供养了地藏王菩萨 又或者是你供奉了地藏王菩萨的花像佛像等等 这个很简单吧 那么只要你做了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只要做了 那么你下辈子就可以直接升到道立天 你直接去做天人了 而且不光是下辈子 你还可以连续上百世的往生到道立天 并且未来将来你永远不会再堕入地狱道 恶鬼道畜生道这三三道之中了 这个可不是我瞎说的 佛经上面就这么明确的记载 佛主亲口说的 朋友们 佛主这可是明明白白的直接的泄露天机 地藏王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 念一句拿摩地藏王菩萨的福报 甚至比得上有些人几十年的静坐修行 接着佛主就跟文书菩萨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这位地藏王菩萨在过去非常非常久远之前 这个时间到底有多久呢 为了照顾对佛家不了解的新朋友 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佛家的时间的概念 这个时间久远的 甚至是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 因为佛家说 就连我们这个世界都不是一直存在下去的 虽然这个世界会存在很长久的时间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终也会像人一样死亡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完全直接的就消失了 而是像我们人会死了投胎 转到下一次是一样的 世界也是这样 世界也会死亡 然后重生下一次变成另外一个世界 那佛就对文书菩萨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早就已经死亡的另外一个世界里 有一次地藏王菩萨 就投生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家里面当儿子 而在那个时代里面 正好有一位佛注释 佛的名号叫做 狮子奋训 巨竹万行如来 然后这位长老的儿子就很幸运 居然亲眼见到了佛 但是这一见他不要紧了 这一见他立刻就被震住了 这佛的相貌 威仪怎么如此的庄严美妙圆满 于是他就问佛 佛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您发的什么愿 修的什么行 才能够变成您现在这样 如此的圆满妙相来 然后狮子奋训 巨竹万行如来 就告诉这位长老的儿子说 你想要修正到 我这样圆满微妙的相貌和身形 你就要在非常非常长的 遥远的年代里面 用佛法的智慧 去度一切受苦的众生 那么简单的说 就是你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帮助很多很多 数都数不清的受苦的生灵 你就能够成就 我这样的庄严圆满 结果没有想到 长老的儿子听到佛将说了之后 丝毫没有犹豫 行动力爆表 他立刻就在佛前 发了一个超级大愿 他说 那我现在就开始发愿 从今天起 直到无尽的 遥远的 无法计算的时间以后 我都要一直用佛的智慧 去帮助教化所有受苦的六道中生 而且是直到所有的六道中生 所有的天人也好 阿修罗也好 人也好 哪怕是畜生也好 哪怕是地狱道理的鬼也好 要帮助所有的生灵 让他们全部都修成佛 直到帮所有的生灵 全部修成佛之后 我自己最后一个才成佛 而这位长老的儿子 在这么无尽长的时间当中 确实就是这么做的 那这个人 他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说前面佛祖才说 来参会的所有的 天龙八部也好 菩萨也好 哪怕是已经修炼成佛的佛也好 他们其实 在之前都已经受到了 地藏王菩萨的度化 才有今天的成就 那这个故事 肯定还说不完 地藏王菩萨的功德 接着佛祖又讲了 地藏王菩萨 另外一世的一个故事 那就更加的有趣了 也是在一个不可思议的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在另外一个已经毁灭的世界里面 当时世界上来 有另外一个佛祖师 那他的名号叫做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然后在这个佛祖师期 就有一个出身高贵的婆罗门女子 但是这个女子 那就非常的不一般了 由于他过去是 他种上了无数的善根 积下了无穷的福德 所以说他这一次生活的 非常的幸福 你知道多幸福吗 哪怕是什么普通的国王之内 比都没办法跟他比 因为佛心上面明确的说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这位婆罗门女子身边 随时都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天神 时刻的在暗中保护着他 重点不是一个天神 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天神 一直不停的 时刻的保护着他 所以说可想而知 他过的是多么的幸福 可是问题的关键是 圣女虽然自己有很大的福报 但是她的母亲却信了邪见 偏偏就不信佛 而且不但不信佛 还非常的藐视佛法 虽然这位圣女 也想尽了很多种种的方法 去劝说她的母亲 希望她能够产生正知正见 但是这位母亲 由于前世的业障实在是太重了 所以说她根本就得不到真正的智慧 而且很恐怖的是 过了没有多久 她的母亲寿终 就堕入到了无间地狱当中去了 那这就太恐怖了 无间地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可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存在 没有之一 我们一般都说18层地狱 那这18层地狱 受苦多少多少年之后 始终是可以出来 可以重新转世做人的 对吧 那说不定福报好还能够转世做成天人 可是这个无间地狱 那就太恐怖了 是永远都没有出来的机会 永不超生 无间的意思就是 受苦永无间断 一秒都不能够休息 永生都要到地狱受苦 永生不能转世 真的是多么绝望的恐怖 所以说这个婆罗门女 就猜到了 因为她母亲在世的时候 不信英国 肯定是要堕入三恶道 像地狱道 恶鬼 出生道当中去的 所以说婆罗门女就想着 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 来救救母亲 然后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婆罗门女就直接把自己的房产 全部都卖了 然后用这些钱买了很多的香火 去供奉 去寺庙里面供养佛 然后她就在寺庙当中见到了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形象 威严慈祥 亲切端庄 智慧圆满 所以说婆罗门女马上就很恭敬的 礼拜佛的佛像 而且心里面还在默默的想 既然这位佛的名号叫做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那么肯定是有大觉大悟的存在 那这位佛肯定具备了一切的智慧 所以说佛肯定知道 我母亲死后 到底是堕入了三恶道的哪一道当中去了 我要是诚心的去问佛 那么佛慈悲 她肯定会把答案告诉我的 然后圣女就在佛像前 深切的念佛边哭边念边念边哭 最后来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圣女就突然听到空中有了一个声音 在回应她了 然后那个声音说了 圣女你不要太过悲伤了 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你母亲死后所生的地方 那婆罗门女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就非常的激动 立刻合掌向空中问道 是哪一位有得的神灵显然的呀 然后那个声音就告诉婆罗门女说 我就是你礼拜的佛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我见你试念你母亲的心情 远远超过了普通众生的那种师母之情 所以说才特别来告诉你的 那然后佛经上面就记载的很有趣的 婆罗门女听到这个声音 顿时就感激地灵 然后你肯定想都想不到 她居然直接猛的跳起来 跳到脑高 然后啪了一声 直接砸在地上 跪在地上 感谢佛的显灵 而这一跳一跪你知道多用力吗 甚至直接砸伤了自己的手足关节 而且还直接把自己给砸晕了 那这个一点没有夸张 佛经上面就是这么记载的 然后是旁边的人扶她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婆罗门女才自己醒了过来 那这一醒呢 立刻就泪流满面对着空中说 佛啊愿您慈悲 你就可怜可怜我 快点告诉我 我母亲到底跺到哪一道去受苦了吧 然后呢绝华定自在王如来就告诉圣女说 你不要着急 一会儿等你回到家后 你就找到一个安静的房间 好好的去静坐 端正的住好 排出一切的杂念 然后你心里面保持一个念头 其他事情呢都不要想 只想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念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 你只要这样一心去念佛 那么到一定的时候之后呢 你自然就知道你母亲所生的去处了 那虽然经书上是说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是在教婆罗门你怎么去静坐 然后引发神通 然后见到亲人死去了 将会去往何处 但是啊 这其实呢是在告诉我们普通人 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的呀 你想知道亲人死后去往哪了吗 你也可以照得住啊 你入定了 你也得到神通 你也看得到啊 只不过呢 我们一般人不能够和圣女比啊 她可是顶级的上上跟气 我们普通人练习静坐 有可能几十年都不能够入定 几十年都得不到神通 但是佛经上说呢 圣女啊 大概就完全不一样了 只是静坐了一天一夜 没想到她立刻就有了神通 马上就有了感应 在她入定之后呢 恍惚间就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来到了一个大海边上 但是呢 仔细一看呢 这海里的海水呢 就跟我们平时的大海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大海啊 就像开水锅里面烧开的开水一样 沸沸扬扬上下翻滚 而且海水当中还有许许多多长得极其可怕的怪兽 而且佛经里面还特别提到 这些怪兽呢 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肉身啊 身体呢都是以钢铁化成 来来往往在海面上飞行东奔西跑 然后这里呢 除了有怪兽 还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 一会儿飘上来 一会儿来又沉下去 全都被这些恶兽啊 真来抢去的吃掉了 另外啊 除了怪兽 佛经当中说 佛罗伦女呢 又看到了各种各样 形状不同的叶叉 那么这些叶叉呢 有好多只眼睛 有的人有好多只头 有的人有好多只脚 这些叶叉啊 嘴巴都很大 嘴里面的牙齿啊 又粗又长 像刀剑一样 但是这些恐怖的叶叉 却很奇怪啊 他们都不直接吃人的 反而是呢 驱赶着这些罪人 故意让这些罪人 去靠近那些钢铁恶兽 让这些恶兽来吞吃 这些男男女女 就像是这些叶叉啊 是在故意玩弄 这些罪人一样 但是呢 这些叶叉呢 也不是完全不行动的 有的时候呢 也会亲自动手 但是呢 他们不吃人 反而是把这些人呢 当做泥巴一样 随意的玩弄 有的把罪人的头和脚 弯到一起 捆作一团 有的呢 把他们的身体拉长 压扁 就像搓面团一样 这些叶叉的行为呢 千奇百怪 一人毛骨悚人 那么这种种 折磨人的惨像 要是我们普通人看到的 那肯定立刻下了半死 但是此时 正在看着这一切的 婆罗门女呢 却不一样 因为她有福利的加持 并不会产生恐惧的心理 而且呢 就在这个时候啊 有意思的就来了 前面我们提到了鬼王 这鬼王到底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呢 一位名字叫做 无毒的鬼王 就登场了 他那就恭敬坐礼 来迎接这位圣女 对圣女说啊 这位有善根的大菩萨 灵怎么会来到 我们这个地方呢 那婆罗门女就对鬼王说 我也很好奇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 按照刚才的描述 相信很多人 都以为这里是地狱了吧 错了啊 完全不是 无毒鬼王就回答说啊 这儿是大铁围山 西面的第一重海 那这里就有意思了 这一圈啊 是佛家须弥世界里面的 大铁围山 那这一片呢 叫做咸海 无毒鬼王说 现在他们呢 就在大铁围山 西面的第一重海 那这句话呢 就很容易误导人了 很多人以为 铁围山西面的海 那应该就是指 大概这一片的海上吧 但是事实上呢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呢 我们就要先把 圣女和无毒鬼王的 对话说完 稍后再来告诉你 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到底在什么地方 无毒鬼王说啊 这第一重海啊 就是佛家宗说的夜海 这第一重海来 东面还有第二重夜海 第二重夜海 东面呢 还有第三重夜海 那第一重夜海呢 也被称为深夜之海 什么是深夜呢 就比如说生前犯呢 杀生啊 盗窃啊 邪淫啊 等等这些罪业呢 是要在这里受苦的 那这些罪人呢 经历了第一重海的折磨之后啊 还要经历第二重海的折磨 那第二重海受的苦啊 那就比第一重海 就更加的恐怖了 而这第二重海呢 就是佛家说的口夜 所造之海 口夜呢 就是指生前啊 妄语奇语 意思是说 用花言巧语 让别人去上当欺骗别人的言语 又或者是故意恶语重伤 等等所造成的口夜 那死后呢 是要在这第二重海 忍受更痛苦的折磨 最后呢 在口夜之海的东面呢 还有第三重海 那这一重海来 就比第二重海更加的恐怖 这一海呢 便是佛家说的异夜之海 只要你大脑当中产生了各种贪嗔痴等等恶意 这都是属于异夜 那这时候呢 都要在这个第三重海当中啊 忍受更重的折磨 这个呢 就是佛家当中三个夜海的概念 那接着呢 无毒鬼王又说了一个秘密 他说啊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男男女女啊 他们都是刚死不久的亡灵 才会待在这里受苦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因为没有亲戚 子女朋友 为他们去做超度 所以说他们才会在这里来受苦 那意思就是说啊 要是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 有人好好的去超度的话 哪怕是前世作恶 也是可以免受这个夜海的折磨的 所以说啊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都有人死后 要首期同时要请和尚道士 来做法事的这种惯例呢 因为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是要超度他的亡灵 哪怕上一世作恶很多 却是有可能通过法事 超度到天上去 不经历这个夜海之苦 当然你可能会想啊 现在假和尚假道士很多 你要请到正儿八经 有道行的和尚道士超度 那才行吧 就比如说前面不久啊 我去参加我二叔的商礼 那两个道士居然为了 真谁来做这个法事 差点打起来了 那这一看呢 多半就是没有请到对的人了 不过既然今天你有缘看到这个视频了 那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了 根本就不用请法师 地藏经后面其实也告诉了你 自己超度亲人的方法 而且来地藏经还会告诉你 你现在随便去一个商礼 你去看啊 99.9%的人都弄错了 有些人不但不能够超度亡灵 甚至还会起副作用 本来是可以去当天人的 结果反而还要去删恶道 那这个呢 一会儿我们后面详细再说 那接着呢 圣女又问鬼王无独说 你说了这么多夜海的问题 那么究竟人们常说的地狱又在什么地方呢 无独鬼王就回答说啊 这个地狱啊 就在这个山海之内 这个三个夜海当中 还有成百上千个地狱 大大小小的都不一样 最大的有18个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8层地狱 但是这个18层地狱呢 跟我们平时说的概念呢 又完全不一样 说起这个18层地狱啊 我们一贯的认为呢 是在地下一层一层往下 总共是有18层地狱 其实这个呢 是完全不对的 在佛家的概念当中 地狱根本没有 一层一层往下深入的 这种概念 准确的说呢 就像山丛夜海一样 18层地狱 其实是18层地狱 只是代表有18个大地狱 并没有往下深入的意思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来回答 前面留下了一个问题 我无读不容说 地狱呢 是在这个三个夜海当中 而夜海呢 在铁围山的西面 不过呢 刚才我们已经提前剧透了 按照这个地图上的 这样理解呢 这里啊 根本就不是夜海的真正的位置 那么山丛夜海 还有地狱 到底在什么位置呢 这里啊 就要听到另外一部 很早的佛经 启示经里面啊 就提到了这样一个秘密 按照启示经的介绍来 其实你现在看到的 绝大多数的虚迷世界的 这个图 都没有把这个大铁围山 描废的很正确 因为启示经说 真正的大铁围山啊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只有一圈的铁围山 而是有两圈同样的铁围山 这两圈的铁围山 就如钢铁一般 肩不可垂 密不透风 铁围山的高度啊 和直径呢 都是680万游巡 那680万游巡 这个单位啊 深入研究之后呢 那就很有意思了 游巡是古代印度的一种长度单位 一般是指公游挂着饿 走一天的这种旅程 那有人说呢 一游巡差不多是8公里 那也有人说呢 差不多是10公里 但是呢 也有近代的学者 富列特和福斯特呢 他们两个人分析数啊 一游巡差不多呢 是22.8公里左右 所以说这个680万游巡 到底有多长 没有具体的定论 反正是很高很高 很长很长 不过呢 有点碰巧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网上自己搜索一下 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呢 最大值为15,210万千米 最小值为14,710万千米 平均值为14,960万千米 这个距离啊 在天文巡当中呢 通常被称为一个天文单位 那么有趣的就来了 假如一游巡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22.8公里来换算 那么铁围山的高度和直径呢 正好就是15,504万公里 那这呢 就有点意思了 佛家当中铁围山的高度和直径呢 没想到呢 就跟我们现在测量的地球 到太阳的距离啊 非常非常的接近啊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发挥一下想象里 有没有可能我们无意间当中 发现了佛家当中一个天大的秘密 或许佛家传说当中一个虚迷世界 也就是铁围山的高度和直径 其实就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呢 不过啊 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可能呢 只是我发现了一点点巧合而已啊 这个发现呢 一点都不科学 毕竟这一游巡到底有多长 没有定论 全当来是发散事为 大家不要当真 好了 那么说这说这就有点跑题了 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问题 这三重夜海 还有夜海当中的地域 到底在什么位置呢 那在启示记里面就说 在两座同心园的大铁围山的中间 这里呢才是真正地域的位置 而不是在闲海上面 你想想看啊 两堵钢铁一样的大山之间 这两座大山呢 又有680万游巡那么高 密布偷风 甚至哪怕一湿的阳光都照不进来 所以说这里啊 两座铁围山的中间呢 完全黑暗 代表着有罪的众生 要在这里受罪受折磨 所以说 吴吐鬼王说的 这第一座海在铁围山的西部 大概呢就是在这里 那第二座呢还要往东 第三座海呢再要往东 地域啊 都在这个三重夜海之中 那地域啊 也在这两座铁围山之内 都在这个三重夜海之内 那说完了夜海和地域之后呢 最后圣女啊 终于问出了他最关键的那个问题 他就对吴吐鬼王说 我母亲死了还没有几天 不知道他的魂神现在出现在哪里了 那么鬼王就问我圣女啊 他说 菩萨您的母亲信什么叫什么啊 那么圣女呢就回来了 他叫什么叫什么 结果呢有意思的就来了 吴吐鬼王就告诉圣女说 圣女啊 你就放弃了回家去吧 不必再忧伤再悲伤啊 因为啊 您在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佛前 虔诚的供养 祈福恋佛 所以说您的母亲早就已经脱离了地狱自在 已经升到山山道里面去享福了 而且接下来 吴吐鬼王还说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啊 你知道吗 因为您的福报和佛的大神通义啊 不但您的母亲当时就立刻脱离了地狱自在 而且啊 就连您母亲当时所在的这个无间地狱里啊 其他一起受苦的所有的罪人也在同一天里 全部得到了解脱 全部都升到山山道啊 升到人道 阿修罗道 天人道里面去享受快乐去的 所以说啊 您根本就不用担心你母亲了 赶紧回去吧 然后果鬼王来说完了 就恭敬的向圣女和长就走了 那这时候 婆罗敏来就好像梦醒了一样 突然就回到了自己 当时还在念佛的这个佛堂里面 那后来呢 经过这一切之后啊 曾经出现过的一幕啊 没想到又一次再次出现了 那圣女呢 就来到了绝华定自在王如来的佛像前 立下大愿说 愿我自今日起 直到遥远的未来的最边境 所有一切因造罪而受苦的众生 我都要用种种的方法和智慧 使他们都得到彻底的解脱 然后画面一转 又来到了道立天的佛会当中 那佛祖释迦牟尼就又进一步告诉文书夫亚说 你知道吗 刚才那位多福的婆罗门女来不是别人 就是那位伟大的地藏王菩萨 另外呢 刚才所说的那个无独鬼王 他呢 就是现在的财首菩萨 无独鬼王怎么就变成了财首菩萨了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 另外啊 财首菩萨呢 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财神爷啊 这里的财首是指拥有得到智慧的 七种修行的法宝 是信 戒 多文 舍 智慧 惭愧 是修炼成佛的财首 不是金银财宝的财首 那接下来呢 佛经当中就提到了那个重要的桥段啊 佛祖释迦牟尼就对地藏王菩萨说 我作为这个说佛世界的教主啊 我可是佛啊 可是我亲自去教化众生的时候 十个人当中呢 怎么都有一两个 我都教化不过来 因为他们之前的业障实在是太重了 而你呢 地藏王菩萨 你从无始结以来 你从不休息 你化身出无数个分身 到不同的世界 一刻不停的去教化这不同的生灵 您真的是太慈悲了 但是我很快就要裂盘了 要在很久的将来 弥勒佛才能够以未来佛的身份 重新来到我们这个说佛世界 继续去教化众生 那在这个期间呢 我只能把这个说佛世界的六道众生 全权托付给你了 那将来当这些最苦众生 万一不小心堕落到恶道当中去说苦的时候 您一定要记着 今天我在刀立天对您的嘱托 您一定要以你的神通智慧 使他们都得到解脱 永远脱离地狱的苦难 直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 因为到那个时候 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更高级的智慧了 但地藏王菩萨听到了佛祖的嘱托 肯定是百分之百的答应了 佛心说这次大会主要是佛祖 想给自己的生母讲法 但是前一面呢 一直都没有提到佛祖的生母 那接下来佛祖的生母啊 终于就登场了 他就对地藏王菩萨说 菩萨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啊 万一作恶了 死后赶迎到地狱里面去 到底要遭什么罪啊 地藏王菩萨就说 那到地狱的种类啊 和折磨人的方法 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一时半会儿 怎么都讲不完的 所以说今天呢 我就给您讲个重点吧 虽然所有的地狱都很痛苦 但是所有众生 哪怕天人啊 阿修罗也好 一定要注意啊 千万不能犯去 无间地狱的重罪啊 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无间地狱 那真的是最绝望的恐怖啊 永生不得轮回 时时刻刻都要受罪 而且最恐怖的是 你知道是什么吗 前面我们提到啊 佛家说 这个世界不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这个世界早晚都会毁灭的 那我们这个世界毁灭了 无间地狱不就也没有了吗 那按照这么说 地狱早晚有个毁灭的时间 早晚能够解脱啊 那怎么能说无间地狱的人 会永远得不到解脱 永生不得轮回来 但是啊 佛经里面就明确的说啊 错了啊 你知道无间地狱有多恐怖吗 哪怕是这个世界毁灭了 这个世界都 无间地狱都已经空了 那也没有用啊 哪怕我们这个世界的 无间地狱已经空了 也会直接感应到 另外一个世界的无间地狱去 继续去受折磨 另外一个世界毁灭了 又会感应到 另外一个世界的无间地狱里面去 所以说真的是无始无终 一刻不停留 那才是真的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是这个世界上最纠集的绝望 所以说地藏王菩萨说啊 以下事情呢 千万不要做 不然呢 哪怕是地藏王菩萨 都不一定就得了你啊 那首先呢 就是不孝顺父母 甚至是杀害父母的人 还有呢 就是毁谤 佛法生三宝 故意毁坏佛像 甚至是勾引和尚 尼姑 邪淫的人 另外呢 还有就是那些穿着身衣的出家人 却故意去欺骗居士 或者是信佛的人 讲自己有多大的功德 多大的善根 用来骗取人们的恭敬和供养的人 等等等等 那这些错误呢 是绝对不能犯的 只要是犯了 就是连地藏王菩萨 也不好救你了 但是啊 如果说是犯了其他的 身口意的业障呢 其实都还好 只要是读过这本经书的人呢 都知道 还有解救的方法 那具体什么方法呢 接下来就是这部经的重点呢 该怎么去超渡王尼 怎么去消灭生前的罪孽 接下来 地藏经里面讲的 非常的详细 那经文的后面啊 佛祖就告诉观音菩萨 六道里的众生在临死前 注意啊 不光是我们人类啊 哪怕是阿修罗天人 他们也都一样啊 他们也会死的 所有的生灵在死前 如果说能够有缘 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哪怕只是听到一声 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只要听一声 能够听到耳朵里面去 那么这个人 僵死的生灵呢 就不会堕入到 三恶道里面去受苦了 所以说啊 怎么超度 僵死亲人的亡灵呢 没有那么复杂 不一定要请法师来帮忙 你自己浅诚的 替亲人念一句 拿摩地藏王菩萨 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佛经里面呢 还特意的说 僵死之人呢 自己是念不出佛号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旁边的亲人可以帮忙念的 而且呢 要大声的念 要让亲人听到 只要是不犯了无间地狱那样的大罪 只要是听到一声 拿摩地藏王菩萨 都不会堕入三恶道 这就是借助了地藏王菩萨 神通魏力 最简单的超度的方法 但是啊 你以为这么简单就完了吗 那么佛经上说 还有更厉害的呢 刚才说的只是念了 一声拿摩地藏王菩萨的作用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在七天之内 每天都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还来花啊 灯啊 水果啊 饮食啊 衣服啊 等等去供养菩萨 哪怕是亲人已经去世了很多年了 但是亲人呢 有可能堕入了三恶道 还在三恶道里面受苦的 那么在七天之后 亲人呢 会立刻结束三恶道的苦难 马上投胎到富贵人家 或者是直接升到天界 去享受天人的快乐 所以说啊 这个地藏王菩萨的神通魏力 多么的殊胜啊 但是到这里呢 也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佛主 又对于观音菩萨说 刚才说的是一个七天 但是呢 要是有人能够在三七二十一天里面 天天心无杂念 一心一意的瞻仰 你拜地藏王菩萨的形象 不管是画像还是佛像 那都可以啊 同时呢 你还以恭敬心 亲敬心 浅诚的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达到一万遍 那就不一样了 佛经上面明确的记载啊 那此时 你就可以感应到地藏王菩萨 亲自显现给你无边声 就像婆罗门女一样的 你明明白白的显现给你 随便你想看什么 亲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 而且呢 到这里呢 还没有完 倘若你能够再进一步啊 你每天都恭敬的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一千遍 一天不绝 连着念一千天 那就真的不得了了 还记得婆罗门女的福报吗 时时刻刻都有天神的保护 佛经上说 你要是每天念一千遍的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连着念一千天 那就不仅仅是消除以前的罪业了 而是接下来 你就能够立刻得到福报了 地藏王菩萨 就可以让你周围的土地神 和其他一些鬼神 对你终身保护 不仅在这一世 让你风衣足时 没有病痛 没有苦难 连种种大恨 小恨 种种不经的事情 都不会进你家门 而且不仅如此呢 如果说你真正能够做到这样 连续念拿摩地藏王菩萨 每天一千遍 连续一千天都不间断 那么最终 你还可以得到地藏王菩萨 给你的摩顶授记 预计你最终必定成佛 那到这里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到这里 还没有完 后面佛祖还说了一个更有意思的 说很多人平时想学佛法 可是怎么都领悟不了真谛 有些佛法前面学了 后面又忘了 老是不能够精进 就像有些人打坐了很多次 可能就像我一样 始终没有明显的证悟 那么你就可以用香 花 衣服 饮食 等等 去供养地藏王菩萨 并且每天要准备一盏净水 供在菩萨的向前 那么经过一天一夜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候 比如说第二天的清晨 你就恭敬的河掌 把净水把它换下来 喝掉 那么怎么喝呢 也是有说法的 一定要用别的杯子 接下来净水再喝 千万不能用供杯直接喝 因为供杯是给菩萨享用的 不能够不净 另外在喝水之前 一定要面向南方喝 为什么一定要面向南方呢 因为佛经当中记载 监牢地神 也就是地母 那这位地母可不一般 他可是掌管着 铜峡的地上所有的土地神 他就说 供奉地藏王菩萨的佛像 也是有要求的 你要在家里面 供奉地藏王菩萨 就一定要在家里的南方 并且找一块清净 洁净的地方 用土啊 石头啊 竹子啊 或者是木头啊 都可以做一个看事 然后在这个看事当中呢 放地藏王菩萨的雕像 彩画呀 用金啊 银啊 铜啊 铁啊 来铸造地藏王菩萨的佛像 都可以 那这个呢 就是供养地藏王菩萨像的要求 所以说 我们再回到净水的话题 一定要面朝南方 以恭敬心 自成心 郑重其事的 伏下这个净水 那大家放心啊 这些都不是我乱说啊 这都是百分之百 按照地藏经里面写的 一模一样的 给大家解说的 而且佛经里面还说啊 喝完这个净水之后呢 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要戒五心 戒酒肉 戒杀 戒道 戒邪淫 戒妄语等等 以清净的身心去接受 这份清净的圣水 为什么呢 就好比说啊 你用张杯子 你去戒干净的水 那喝的时候 还不是干净的水呀 所以说啊 各种戒律 就是让你自己变得干净 再加上佛菩萨的 神通威力 像这样自成恳切的连续供水 礼拜供养 请福尽水 那么有些人呢 过了一个七天 有些人呢 过了三七二十一天 那么在睡梦当中呢 你就会明明白白的见到 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并且呢 菩萨呢 还会在梦里面 给你受灌顶水 然后当你醒来之后啊 你就马上会变得很聪明 各种佛经经典呢 哪怕是像 嫩年经 金刚经 华华经 这样会设难同的佛经 只要你听一次之后 马上就能够记住 而且很快就能够领悟 并且呢 永远不会退转 那这个就不得了了呀 佛家说 你只要真正的看懂 嫩年经 你就开悟了呀 慢慢修炼成佛 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在佛教的密教 不管是藏密 还是穿密当中 都有提到 如果说一个人 长期修炼 没有长进 就是开不了智慧 那么就有一种 很恐怖的方法 就是 比如说自己 把自己的胳膊砍啊 把自己的眼睛挖了 用火烧自己啊 等等等等 据说 这样有这样的勇敢心 有这样的毅力 就能够让自己开智慧 但是其实呢 根本就不用 这么恐怖的对待自己啊 他们那些人呢 肯定是没有看过地藏经的 你看地藏经说的多清楚啊 多么简单啊 只要简单的供养 地藏王菩萨 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就能够开智慧 何必用那么恐怖的方法 去苦修呢 所以说近代呀 很有名的孟参长老就说 凡是今天 只要是能够听到 地藏王菩萨名号的这个人呢 就说明前世的业障并不大 因为一段大的人呢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更别说 今天你还能够听到 我把整篇的地藏经讲给你 告诉你地藏王菩萨的神通 告诉你什么是五间地狱 甚至还一步一步详细的 告诉你怎么去念佛 怎么去供奉地藏王菩萨 怎么喝到地藏王菩萨的净水 那这些呢 都是前世有福报的人 才能够有缘看到的 那除了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有神奇的效果以外 佛经当中又提到了 一个有趣的话题 其实啊 你念地藏经 也有很神奇的效果 比如说在大会当中啊 阎罗天子啊 就对佛祖说 曾佛祖和地藏王菩萨的神威啊 我和诸位鬼王 今天才有机会到这个道立天 来听佛的教话 然后其中一个鬼王 恶毒鬼王就说啊 我们鬼王啊 有的时候呢 也会行善 但是啊 大多数时候呢 都是在作恶 也不是说他们鬼王 纯心就想作恶 只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他们就是要去惩罚某些人 但是自从大会之后啊 恶毒鬼王就说 今后只要是遇到人 哪怕他做过一丁点的善事 哪怕是他有一次 给地藏王菩萨上过香 或者是读过一遍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么将来啊 我们鬼王都会亲自保护他 绝对不会让恶事疾病 或者不如意的事进他们家的家门 所以说啊 不仅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有用 念地藏经呢 也是有大有用处的 然后这一段呢 后面那就更有意思了 佛祖就说啊 你们鬼王都这样做了 我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那以后啊 我会让凡天啊 和第四天这些大天神啊 也来保护你们这些鬼王的 好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 念地藏经的好处啊 其实佛祖啊 还说了另外一个 念经书更有趣的内容 佛祖跟另外一位 普广菩萨说 我啊 再给六道众生 透露一个秘密吧 佛祖说啊 如果说未来世的众生 能够在每月的十灾日 什么是十灾日呢 就是初一初八 十四十五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啊 如果说越小的话 就把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 改为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那在这个十灾日啊 其实就是各路神志 对我们所犯的各种的罪业啊 清算定罪的时间 那我们人嘛 随便举行动念 你抬手抬脚 可以说没有一件事 那不是造业的啊 各种贪嗔痴 在促使着我们造业 更何况有些人还犯下了 杀身啊 偷斗啊 吸引啊 等等这些大罪 但是佛说啊 有一个漏洞啊 倘若你能够在这个十灾日里面啊 对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圣像前面呢 读一遍地藏经 那你的罪业啊 自然就消灭了 甚至你家周围啊 都会因为你念这个地藏经 而没有种种的灾难 这就是另外一个念经的秘密 其实啊 在佛界当中还说了很多有关 念佛念经的福报 但是呢 第一个这次视频的时间呢 实在是太长了 实在是讲不完了 另外一个呢 如果说我都说完了 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好奇心去读这个地藏经的原文呢 所以说呢 就大概说了啊 那大家有空呢 还是自己买一本地藏经 自己来读一读 那在最后啊 佛经里面还提到了两个重点 是很多人肯定都不知道的 必须要郑重地告诉大家 因为第二点呢 绝对是不能够做的 首先第一点啊 在我们中国人死之后呢 多数检控下 我们都会大办一场 那地藏王菩萨说啊 在清神时候 七七四十九天之内啊 我们为他读经 供养佛像 念佛菩萨的名号 做这些事情呢 就像婆罗门女为他的母亲做功德是一样的 这样绝对呢 是可以帮死去的亲人减少罪业 不度三恶道的 但是呢 佛经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那就是在超度亲人的时候呢 你在帮他念佛念经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好像是为死去的亲人 你在帮他做功德嘛 但是佛经上却说呢 你在帮亲人念佛念经的时候啊 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 那就是仅仅只有七分之一的功德 是给死去的人 而七分之六的功德啊 都是给自己的 所以说啊 替别人去念佛 有的时候 给自己的福报反而更多 但是啊 另外一点 很多人在超度亲人的时候呢 往往都会做一件极其错误的事情 本来使者生前做了很多的善事 本来就是要去天上做天人去享受的 但是家里面呢 就在办伤势的时候啊 大摆宴席 杀鸡杀鱼 大杀师方 然后请一堆人来猛吃 那这下来就完了呀 这下平白无辜又给死者 加上了诸多的杀身罪孽 所以说有可能本来是要去当天人的 结果反而还去了三恶的 本来是要去促成道的 结果罪孽更加一等 去了地狱道受折磨 不仅如此啊 接下来佛经当中另外一位主命鬼王啊 也就是主管人生死的鬼王 他也说啊 不光人死的时候啊 会这样 很多人家里面有小孩出生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 很多人家里面有小孩出生 就经常会啊 杀牛窄羊 大杀四方 然后请一堆人来吃 那这下来 娃娃刚生下来 什么事情还没干 就平白无故身上 被动加上了诸多的杀身罪孽 而且啊 佛经上说 这主命鬼王 其实跟一般的鬼王不一样啊 这个主命鬼王 其实是很慈悲的 一旦谁家里面有小孩出生 他其实都会派土地神 去保护母子娘 可是很多人呢 没有真正的智慧 动不动就杀羊仔流 大杀四方 甚至呢 吹吹打打 放很吵很闹的音乐 搞得土地神呢 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 想保护他们呢 也保护不了 所以说佛经当中还特别提到 佛祖还特别预言说 这主命鬼王 慈悲啊 功劳很大 在一百七十个大姐之后 必将成佛 佛号无相如来 所以说佛经上建议说 不管是人出生还是时候 真要办一场宴席呢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千万不要大吵大闹 安安心心的吃灾 然后鲜花水果香足 好好地供养佛菩萨 而且佛经上还说 为佛菩萨准备的供品 上宫之前 绝对不能够自己 先尝一口 另外给佛菩萨准备的 食物水果之内 千万也不要掉在地上 万一掉到 千万也不要随便扔了 可以施舍给猪狗 动物等等 这是在超度亲人的时候 必须要牢记的事情了 好了 那么今天有关 地藏王菩萨的视频 就到这里了 视频很长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那么地藏王菩萨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